和多数风光摄影师一样 我也喜欢拍摄那些险峻山峰 河流瀑布 比如冰岛 巴塔格尼亚 但同时我也热衷于拍摄锦绣大地的绝美画卷 虽然不如前者带来的那种视觉震撼 但它确实能使你放松 静思 对了 现在的流行词 治愈 这就是美国华盛顿州的大卖点 从温哥华开车出发 进入美国 路过西雅图 然后一路向东 640公里 就到达了华盛顿州的大卖点 哈哈 又出发了 人生就是在不停的出发当中 要探索新的生活呀 今天目的地是哪呢 美国华盛顿州的大卖点 有人可能说 好像看过你发过大卖点 你不是去过了吗 没错 而且不止一次 我算了一下 这应该是第七次了吧 第八次了 那地方漂亮 每一次去都有收获 阳光明媚呀 可能是由于周末的原因 也可能是我出来太早了 现在才七点多 路上的车很少 之所以这么早呢 就是想早一点 顺利的通过美国海关 白天的地方总是要排队的 今天希望顺利点啊 关闭相机 关闭相机 顺利过关 只问了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一个是去什么地方啊 我说去美国打卖点 干什么去啊 我说去看看当地农民的下收 就这样 这个大坝漂亮啊 这就在去大麦田的路上 这是一个废弃的大坝 但是艺术家们给它涂鸦 漂亮 我记得有一次带学生来 我们在这还合影 哦 看样子这个艺术家们 最近真的是在这干个活 这是他们的油漆罐 不错不错 正好可以看看鲜艳 一路上走走停停 路过很多地方都值得拍一拍 例如这个小农户 小中原 好 我们拍拍这个小房子 拉近一点 这个位置怎么样 三分之一 天可以少一点 因为天并不是很好看 再换一个 再拉近一点 把天干脆去掉 营地好大呀 就两个房车 还一个帐篷 这个地方全名叫 Paluz Empire Fireground 翻译成中文 就是帕鲁斯 帝国博览会 这个地方在这儿 每年都要举行地区博览会 通常它要展示各种 包括牲畜展览 嘉年华游乐设施 现场娱乐 各种摊贩 对吧 还有斗牛 和各种马术表演 每年下手季节结束以后 9月份 这儿都要举行这个Fair 阿壮来了 哈哈 阿壮来了 这次和阿壮夫妇一起 就在这个营地 三晚四天 大麦田摄影之旅 简单的安顿了一下之后 我们就去车前往 大麦田最主要的 摄影景点 叫Septal Boot 这是一个孤零零的 一个小山坡 3600多英尺 在这里 可以360度 无遮挡的 观看 大麦田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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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大麦田的画卷 这里一个卫星间还不错 上面呢 可能是各种卫星啊 通信啊 这个电视台什么的 停车场不大 停个二十多辆车 现在呢 只有四辆车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没过多久 黄昏时刻到了 色彩更漂亮了 这个云彩也很棒 来一小段岩石 日落时分 终于到了 民村院的intage视台 喝点 喝点 Burger 他是不吃的 他不吃什麽 我们就带上 à 呵呵呵呵 好慌 borders 就就 Burger 的足料都带了 我就想着让你吃Burger 胡亚� Poll 2 没想到你不吃Burger 嗯 啤酒 mining !! ommye este ust 没景加美酒 这就是摄影人的生活 大麦田的摄影之旅 明天正式开启 欢迎回来